在娱乐圈中的一堆小鲜肉中 颜值一般都是比较帅气的 但是还要兼顾才华的 却是不多 张艺兴算是其中很出彩的一个了 不仅参加了很多综艺 在乐坛也小有成就 更是出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可谓是全面开花 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 对于这么优秀的张艺兴 肯定有着不少的支持者 她的粉丝也是与日剧增 毕竟很多人在了解了她之后 对于她的努力都是看在眼里的 而且她为人低调 不炒作 即使不喜欢她 也绝对不会讨厌 这样的张艺兴 自然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就连圈中的人也被她圈粉 比如张碧晨这个女星 说起来 现在的张碧晨已经与张艺兴同为歌手 也拥有着超高的人气 但是 之前张碧晨的偶像就是张艺兴 那时候 张碧晨还只是一个追星的普通人 但是呢 在追星的过程中 张碧晨努力朝着自己偶像的方向前进 甚至是同样在韩国发展过一段时间然后回国 她的嗓音很独特 所以很快就在娱乐圈中有了一席之地 现在的她也是有着不小的名气 算是一个一线明星了 对于张碧晨 不得不说她才是张艺兴最牛的粉丝 其实 小编觉得 追星不能盲目 当明星的某一个优点吸引你的时候 就要努力学习她的优点 从而向偶像靠近 当然 颜值除外 对于追星这件事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